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继续学习 《入菩萨行论》第八品当中的 对治三种烦恼 对治嫉妒心 竞争心 还有傲慢心 这三种烦恼对治的时候 跟往昔的其他修法有点不相同 他这里以烦恼 一度共度的方式来断除这些烦恼 前面已经讲了 嫉妒心怎么样断除的道理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讲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讲修竞争心 就修竞争心 在颂词里面这样说的 为您自由上 你能等我者 众正业绩得财礼欲恭敬 财礼欲恭敬 那么在这里 道友们大家应该清楚 前一段时间在略说的时候也说了 我们的烦恼 一般来讲 产生嫉妒心的时候 对方应该比自己高的位置 起竞争心的时候 与自己平吃平坐的人面前 经常产生的 然后傲慢心的话 自己觉得胜过其他人 这么样的三种不同的对境当中 产生这三种烦恼 那么我们现在 讲的是竞争心 竞争心应该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世间当中 不管是在家人 还是出家人 很多社会复杂的团体当中 都有一些竞争心 当然竞争当中 也有合理的竞争 不管怎么样 其实这种竞争心 也是一种烦恼 大家都可能在平时的体念当中 也会感觉得到 有了这种像 叛逼别人 或者说对别人比较的这种心态 自己也觉得很难受 但是你没有懂得 它对治的方法的时候 始终都是存在的 这种犯恼 我们通过大乘的修行 一定要断除 那么断除的话 在这里也讲了 自己站在别人的位置 别人放在自己的位置 原来我们对相等的对境 经常无论是从他的才华 智慧 或者说一些名声 地位等等 很多方面对他有一种竞争心 现在我们站在他的位置 反过来对自己进行修竞争心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为了自己胜过 其他的一些人 其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力量方面相等的 能力方面也是与自己相等的 还有智慧 还有一些势力 以及各方面的功德 完全是与我相等的 或者与我稍微超出 稍微对我胜过我的 这样的对境面前 我就开始想 那么怎么样想呢 如果我没有任何费力 自然而然争取得到 别人对他的恭敬 利养 全部能夺回来的话 当然这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这样去修 但如果没有那么顺利 即使通过一些争论 或者是吵架 或者是一些造谣等等 一些非法 或者是各种轻作的方式来争取 我也心甘情愿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已经还在别人的位置 原来什么事情 都是自己想争取获得 这就是我们很多凡夫人 一再想到的事情 我自己一切利养 一切恭敬 一切财富地位等等 这些都是我自己得到的 其实这种想法真的是 如果我们想想细细地观察 还是内心当中的一种烦恼 我们世间当中有两种 比如说同行的人 一直对他有一种 盘比的心 包括我们学院里面 闻思的过程当中 也是互相都有一种竞争 但是这种竞争 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而且对自他都是有利的 我们在闻思修行上 辩论上 或者行持戒律上面 别人受戒律那么好 别人闻思背诵的时候那么得利 那么我为什么不行呢 我应该要向他有一种比较 这是很好的 但现在世间的这种竞争 并不是这样的 商人他们在势力和一些经济上 开始有比较 然后一些领导在地位上 互相就开始竞争了 那么各种各样的 这种竞争都是比较多的 这些竞争里面 很多都是不若法的 不合法的一些途径 来通过一些搞关系 通过非法的一些手段 开后门等等 现在的很多竞争通过这种方式来 自己获得了别人的恭敬 或者是地位等等 这种现象在如今的 复杂生会当中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那以后经常就想到 自己凡是对别人产生烦恼 我原来也是说过 一般来讲如果这个人 远远已经超过自己的境界 对他的这种竞争性 不会产生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单位的局长 然后跟我的一个同学 然后他就当成省委书记 那么我一个局长跟省委书记 没有什么竞争性 已经远远跑到前面去了 然后我的一个同学 关在监狱里面 我对他有没有竞争性呢 也是没有的 但是我的同学 我也是一个局长 他是副局长 或者是另一个单位的局长 那我想我的同学都是在 这一次选举当中 能不能我要超过他 很多凡夫人都是有这种心态 这就是世间当中 很成长的一种心态 我们原来始终都是觉得 维护自己 保护自己 有这么一个心态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 你经常对他有比较的 这样的一个人 肯定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有的 那么自己站在他的位置 然后翻过来 原来的我作为自己的对手 作为竞争对手 然后对他进行叛逼 这个时候才知道 哦 原来这样的做法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 一种可笑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嫉妒心 也是一种前谈心 其实这种心态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 佛陀在《地藏经》当中 应该《钥匙经》 《钥匙经》里面也是说了 说是 如果自斩毁他 或者是以一些嫉妒心来造恶业 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在 善恶区里面受无量的痛苦 然后在旁生劫里面 也坐牛马 骆驼 绿鸟等等 这样受苦 获得人身的时候也没有自由 获仆人等等 有很多的痛苦会造作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应该在世间当中尽量地想 这种现象 古人也是有的 以前我们经常说的是 赵飞燕在宫中 也嫉妒心是比较强的 当时在汉朝的时候 皇帝面前 他所有的权力 应该是在宫中的权力 自己也是把握着 后来的话 凡是皇帝喜欢的这些兵匪 这些公匪都看不惯 凡是觉得自己的这种势力 或者说自己各方面 与自己想能比的时候 他就产生嫉妒心 后来在宫中的很多 比如说草公 虚媚人等等 他们有太子的时候 也遭到了厄运 因为以嫉妒心 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手段 就毁坏他们的 所以当时皇上 也是很可怜的 虽然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骨肉 遭到这样的痛苦 但是自己也是被女人 欠他找的时候没有自由 在历史上 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因此竞争心 我们也应该想 如果没有认识她 她是一个比较隐藏的一种烦恼 虽然我们经常说 贪嗔痴 嫉妒 傲慢 这些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竞争有时候自己也觉得 我倒好像 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烦恼 但是可能大大小小的人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烦恼 所以我们平时 我也在想 大家都是在说话也好 做事情也好 尽量如理如法的 什么事情呢 都有一种 按照我们密宗来讲 是大圆满的一种妙力 以妙力的智慧来摄持 按照禅宗的话 禅宗的一种境界来摄持 以前有一个女人 她当时自己在各方面 顺利 智慧 才华等方面 非常不错的 但是她心里予以寡欢 始终都是没有一个人贪心 最后她也特别地苦恼 有一次造无德禅师 无德禅师造她的时候 当时禅师对她说 你以后的所作所为 应该时时刻刻地好好地合作 多说一些禅语 多听一些禅话 多听一些禅语 然后多做一些禅识 还有多用一些禅心 当时是这样说的 最后她一一地问 一一问的时候 所谓的多说一些禅语 多说一些禅话 就是说一些真实的语言 然后说一些谦虚的语言 欢喜的语言 利他的语言 说话全部是以禅宗 这方面的 所以我们说话确实 现在世间人全是相反一样的 有些修行人 说话也不真实 傲慢的语言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应该说禅语 说禅话 那么多听一些禅语的话 本来是一些耻耳的语言 转为慈悲的语言 本来是诽谤的语言 把它转为一些帮助的语言 因此所有这些外面不好听的语言 全部用禅顶的妙力来设置 这是多听一些禅语 然后多做一些禅试的话 那么多做一些慈善的事业 或者多做一些服务的事情 凡是对众生有利的事 就叫禅试 然后多说 多用一些禅语 所谓的禅语 诸佛菩萨的心和我们凡夫众生的心 是无二无别 也就是说 师徒的心会无二无别 上师的心和弟子的心 经常是无二无别的境界当中安住 这是可能比较难得 但经常我们祈祷上师 经常一切诸法的本来清净 应该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的本体 上师的智慧是无二无别 这就是用禅心 通过这种方式来 对治自己的烦恼也非常好 后来这位女人 也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然后变成了 一个非常好的修行人 在禅诵当中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对竞争心和烦恼的心 尽量地断除 然后一些禅宗 或者密法当中的修行境界 尽量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世间当中所说的那样 人握着拳头而生下的 摊开双手而离去的 在这个世间当中 真的有时候 我们得的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的 来到这个人间 整天都是一些是是非非 然后迷迷糊糊地 已经离开这个世间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想这种说法也是对 人刚生下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握着拳头 什么都我要 包括一些小孩子玩具 我需要 我需要 从刚开始的时候 已经来到人间 就是这样的 希望很大 什么都是自己要把握住的 可是在人生几十年当中 忙忙碌碌 整天都是寻找我的事情 结果什么都是没有得到的 最后你死的时候 已经摊开双手而离开了 有些还是睁开眼睛而死去的 也有 比较害怕哦 人死的时候就开着眼睛 我原来看见 有一个人死的时候 眼睛真的特别大 另外一个人比较害怕 他就在旁边 故意把眼睛这样捏着 这样捏完了以后 他就放开 眼睛真的更大 更吓人 所以不但是摊开双手 而且睁开眼睛而死的 什么都没有得到 死不瞑目 原来我跟一个老乡 我们两个也是火化一个尸体 也是晚上 只有我们两个人 然后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好像因为下面的火 特别茂盛的话 可能人的那些金 全部都收回了 好像它就开始 动起来了一样 然后那个人有点害怕 他就上去捡一些树牙 放在他的头上 这样之后一会儿好像他自己的树牙 拉拉下来了一样 他有一点害怕 没事 你坐在这里 啊 我上去再捡一点树牙 然后那个时候 我也很小 我坐在那里 也特别害怕 我说 我也跟着你来捡树 死人 死人和活人还是一样的 按照梅拉日巴的观点 好 下面我们接下一个颂词 那么下面也是这种修法 我们刚才也是 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 然后对原来的我 现在所谓的他人 那么对他进行修竞争心 那么修竞争心的时候 坐立地 尽力地 赞叹自己各方面的功德 闻思修行 江边珠 以及世间和初世间当中 所有的一些 各式各样的功德来赞叹自己 也就是赞叹自己是 原来你对他特别不满的人 那么这样赞叹 最后美名鸳鸯 整个世间当中 已经无所不知 他的荣誉 他的名声 传播于整个世界 然后用尽心尽量的 克制或者压制 压制是他的功德 他所谓的原来的我 这个我本来拥有的这些功德 全部都是尽心尽量的 隐藏 隐藏部落 世间当中的 不要说是众多人 连一个人也 最好不要听到 不要知道 我们有些人 嫉妒心比较强的这些人 一讲到自己的时候 自己本来都是没有功德 五种生有 然后自己开始也是讲 各种各样的功德 别人本来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但是他就不愿意 尽量地 啊 他的功德都是不是 其实这个功德也是 我的功德 有时候也有这种方式来 开始阴瞒别人的功德 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阿底下尊者也是说了 发露自己之过失 不迷他人之过失 隐藏自己之功德 宣扬他人之功德 功德和过失方面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真正的一些修行人 尽量地发露自己的过失 而隐藏别人的过失 然后宣扬别人的功德 隐藏自己的功德 可是我们现在凡夫人恰恰相反 包括有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特别惭愧 在说话过程当中 自己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天之假意 中间都是 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说了什么话 刚刚我开始碰到一个浪漫 他吹得特别有劲 就是什么 全是我说的什么什么 好像别人说的机会也没有 我说话的机会也没有 一直他自己在那吹吹吹 吹了半个小时 最后他越说越自己 有精神 有欢喜 其实我们这个人 真的是这样的 有时候你没有观察自己的时候 自己都不发现 一观察自己的时候 自己经常赞扬自己 自己少有的这些 有一些过患 他就不愿意露出来 害怕别人知道 这不是智者的行为 应该智者的话 尽量地隐藏别人的过失 发怒忏悔 我们经常说 不是发怒忏悔 在诸佛菩萨面前 警告导人面前 自己所有这些所犯的过失 应该尽量地说出来 这是应该做的 可是我们世间当中 很多人就像是为了出名 为了得一些名声 这种现象 现在的世间当中 也是特别可怕 古人的话 人怕出名 主怕壮 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吧 就不愿意出名 如果真的是自己出名 害怕遇到各种各样的 受到嘲讽 很麻烦的事情 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现在的人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人自己都是 根本没有任何功德 然后通过各种媒体 各种宣传品来 甚至有些人都是 只要是出名的话 不惭愧 有些听说通过裸体 通过一些骂人 在别人面前 只要是你已经有这种名声 都已经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式来出名 其实这也是 我们社会的一种弊病 应该讲 自己如果有真正的功德 那么你不需要 特意地去宣传 我们在座的一些高僧大德 和一些虔诚的居士们 以后在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 我也以前再三地说过 如果自己有一些学问 智慧 戒律清净 那这样你不一定要 自己去搞各种宣传 不搞宣传的话 逃离无恙 下次乘兮 什么很多成精戒队的 这些弟众 蜂拥而起 根本不需要你亲自去打 各种各样的一些假广告 没有必要的 现在的一些加满外品 实在是买不出去的时候 也是搞这种广告品 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现在也是 有些地方应该要值得谨慎 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现在一心一意 真正利益众生是非常关键 这一点很重要的 如果真正有利益众生方面 有一定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没有名声 没有一定的 比如说一些因缘的话 也有一定困难 那这样的因缘下 你自己也是有些地方 也没有必要特别的隐藏 我觉得过于的隐藏 这也没有必要的 应该说出来 应该显露出来 也是应该有必要的 这样我们在这里 大家也应该清楚 世间当中 其实如果赞叹别人的时候 大家都是以炉火从天 有这样的心态 如果赞叹自己的时候 那就得以往心 心里面赞赞之喜 非常的欢喜 凡夫人都有这种习气和毛病 但是我们以后 修了这种大乘佛法之后 别人赞叹你的时候 也是应该自己观察 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功德 没有这样的功德 即使呈现三万个人 用无数的罪来 一口同声地赞叹你 实际上你也长不了什么智慧 所以每一个人 有智慧的人应该观察自己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么现在世间当中 各种各样的一些名利 我们也是一定要看破 如果没有看破 可能是稍微受到一点呵斥 诽谤的时候 自己心里特别难受 然后稍微受到一点赞叹的时候 自己也是接受不了 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多的 因此我们经常听闻 经常听闻佛法 一方面世间的很多道理 自然而然知道的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说了 一闻知诸法 一闻取罪恶 这一句话 大家应该是经书里面的话 应该记得 意思就是说 通过闻法了知一切诸法的实相 而通过闻法能取出 自相续当中所有的这些罪恶 所以这个闻法真的是 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特别的重要 撒迦班智达以前也是说过 所谓的闻法 就是我们要听闻 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和后来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 这就是所谓的闻法 那么我们撒迦班智达的意思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和 高僧大德们的教言具有价值的 我们通过听闻而演习 这就是所谓的闻法 我们闻思修行里面的这种 这种闻法的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 在座的各位 大家也不要盲修下廉 来了以后 马上盲修下廉 这是很危险的 以前也是一而再 再而再说过 那么现在也是这个原则 现在一边闻法 一边修行 我们扎迦山法里面 闻思修行不脱离 无脱离 题目里面是这样的 这一段话里面 通过闻思 通过闻思来修行 通过修行来闻思 这两个相结合起来 这样以后 诸高僧大德也是通过这种途径 而获得成就的 同时我们现在的社会 真的是外面的环境 极其的复杂或者恶劣 一定要大家培养成 对这些高僧大德们 还有一些修行的这种教言 经常要修行 《中观八门论》里面 也是说了 莫碍世间欲 因喜出世言 这一句话我就非常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应该有一种喜欢出世间的愿 出世间的愿是什么 业因果 高僧大德的教言 佛迹 这些方面应该是 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心 而不要特别的喜欢 看电影 电视 战争 爱情 以及军事 经济 政治等等 现在世间的各种各样话题 有些人兴趣非常的弄 这是不好的一个招 应该说这是一种恶招 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特别地关心政治 关心境界 关心国家大事 整天都是拿着一个收音机听 今天在哪里打仗 明天在哪里什么 整天都这样 那这是对你的修行 断除过失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 昨天我遇到一个喇嘛 他整天都是讲一些政治话 后来我都看不管了 我们穿着这种衣服的人 并不是搞政治的 应该搞解脱的 应该想 也就是说去向解脱 要向解脱的人 要向解脱 我自己的目标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你经常拿一些经书 念一些经 然后大乘的一些教言 有一些兴趣 那就是说明 你有解脱的希望 如果没有这样 真的 现在末法时代的有些修行人 通过他的言行举止 也是可以发现到 他内心当中的爱好 他就非常喜欢世间法 不喜欢出世间 那这样 即生当中了脱生死 非常困难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 尽量地克制自己的这种 也就是说这里 如果你换位子以后的修法 也可以这样修 如果你这种修法觉得比较复杂 也直接翻过来 也就是说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应该经常发露自己的过失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么下一个颂词 刚才前面功德方面讲的 这里就是过失方面讲 从过失方面来讲 因为自己站在别人的位置了 所谓的我 是原来的别人 那么应该进行经历 或者全力以赴地 隐藏自己的过失 而且受着各种各样的供养 众人的尊重等等 而他 而废他 而废他的话 这都是原来的我 而原来的这个我 应该说没有受到各种各样的供养 然后说出他的各种过失 然后令我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利养 从经济上财产上 获得了很大的利养 也受到了众人的恭敬 爱戴 尊重 敬仰等等 而他指的是 也是原来的我 而原来的这个我 不但是众人没有对他恭敬 而且一直呵斥他 牵扯他 他没有得到任何利养 那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原来觉得 自己的获得利养很重要 但现在位置还完了以后 觉得别人得到 这种利养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情况应该存在 其实我们这里 说过失的问题上 大家也应该清楚 在大乘的许许多多经典和论典里面 都已经讲了 说别人的过失是非常不合理的 萨迦班智达也是在 格言里面讲了 说是 身世观察自过失 列者观察他过失 然后空缺观察自身体 吃下给人欺恶兆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 人分智者和愚者两种 智者时时刻刻 都是观察自己的 我今天说的什么话 我心里面想什么样 我身体做得怎么样 天天都是观察自己 他就根本不看别人的过失 就像是空缺一样的 空缺我们有时候 动物园里面也是看得到 确实空缺一会儿 都是经常看自己的羽毛 自己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 整天都是打扮 化妆 装饰 就没有空缺化妆的 就这种情况 而愚者整天都是说指指点点 今天这个人是坏人 明天那个人是坏人 如何如何如何 就像是吃笑一样 吃笑经常给别人带来恶兆 无后经常给别人带来 倒霉 倒霉 无后无后的恶兆 所以说我们世间当中 大家也应该知道 如果特别喜欢说别人的过失 那绝对这个是个坏人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在他的面前全是坏人 以前那个光华法师 他都是讲过 他以前 他们那边有两位法师 这两位法师也能说 也能写 才华很不错的 但是众生都是穷苦了达的 他始终百事不解义 觉得是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好的人才 这么好的年为人才 始终都是这样 但后来通过不同的因缘 突然恍然大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者 对整个当时台湾说 那个高僧大德是有老婆的 那个有太太的 经常除了他们两个以外 全部的高僧大德和大法师 没有一个破诽谤的 然后他们自己说 虽然我们没有破大的戒 但是大戒不破 小戒不酸的 这样的口号下 就是经常诽谤别人 后来他就感觉得到 这些人今生当中也是 显示显报 受这样的穷苦了达 而来世的地狱 也是等待着他们 在有些教言当中也是 我看过这样的教言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人真的是 看见别人 就开始说别人的过失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应该作为大乘修行人 就像那天佛子行里面 所讲的一样 大家尽量地把它观为清净 不要说大乘 如了大乘佛子的过失 最好不要说 不然失会自己大乘的戒律 即使要是说 那么你一边忏悔 或者有些管理人员 在不对不说的忏悔下 以前上师也讲过 应该以正知正念的舍舍下 我今天要说某某人的过失 但是这个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矛盾 或者以自己的信仰不清净而说的 这个不说对僧众 对整个佛教 可能造成一些危害 那么我就一边忏悔 一边对他无论是在私下 还是在宫中就说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是可以允许的 除此之外 大家也是 这个看不管 那个看不管 这个是坏人 那个是仇人 这种心态和这种说法 真的是失坏大乘佛子的 这种行为 因此就像华智仁波切 所说的那样 说了三种隐秘吧 大家可能也学过 就是自己的功德 尽量地去隐藏 不要说出来 然后他人的过失也不能说 还有呢 我未来要做什么什么的事情 就是没有真正实行办完之前 不能说的 以前法王如意宝 去美国的事情 是我们九零年去印度 当时都是有这个计划的 但是法王说 未来的计划 现在不能说 任何人都不要告诉 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后来九三年的时候 所有的收续 当时的出国 不像现在一样 现在只要有人民币 到东南西北那里都去也可以 你今天到北极 后天到南极去 也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个时候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有些未来的计划 我想上师如意宝也 当时引用了这个教言 是隐秘未来的计划 不能顺便说 那么我们自己的 但现在很多人都恰恰想法 啊 我再过一段时间 我要想做什么 有些事情当然是可以公开的 但是有些问题 最好不方便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些 做人的行为应该掌握得到 但现在很多人 就要喜欢说别人的过失 然后隐藏自己的过失 恰恰相反的 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在这里 也是由这种教言来宣说 那么下一个颂词就是这样 这个教言也是 刚才讲的经证 就是经证当中 也有这样的 我怀着非常欢喜 心灾禄火的心态 来看着 看着谁呢 原来的我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他 那么他已经遭到了 非常痛苦 就是不管是生活上 吃的 住的 什么都没有 如果别人遇到了极大的痛苦 遭到了一些倒霉的事情 那这样我就心里欢喜若寛 开心得不得了 其实有些人是心很坏的 看见别人受苦 在这个时候高高兴兴地 不得了 哪有这种情况 只是他沦落到有些乞丐 或者有些非常痛苦的时候 内心当中生起欢喜心 而且这些人 也是受到了众人的牵制 就是轮嘲 热风 极其毁谤 或者众人集聚起来 进行合资 谩骂 或者侮辱等等 在这个时候 非常心里高兴 我看一下 看那个人已经落成了 什么样的状况 原来这个人很骄傲的 现在是不是真的是 已经遇到了这种境遇 很欢喜地去看 其实我们原来 站在自己位置的时候 看到别人 遭到一些痛苦的时候 就没有关心过 那么现在我就 别人的位置翻过来 自己如果遭受痛苦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这是经常这样修 经常这样修的话 的确也是诸佛菩萨的加持 和金刚语的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自相续当中的 竞争心和烦恼心 一天比一天 慢慢慢慢就像是水桶里面的水 就是你没有增加 放在碗面的话 一天比一天 慢慢慢慢就赶下去了 就像是这样的 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 一天比一天减少 这是毫无疑问的 前两天我在亲爱的时候 看了一个上师的传记 也是以前大概六百多年前的 一个上师的传记 然后这个上师 他通过《入菩萨行论》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减少 当时我心里面想 这个《入菩萨行论》 你看六百多年 也不算是很长的 但是以前也是很多高僧大德 通过这种教言 减少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现在也是在各个不同的民族 各种不同的人类 很多很多的众生 依靠这样的教言 自己从中获得不同的利益 那么将来的人类历史上 我相信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人 尤其是我们这次 也算是传得比较成功吧 现在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很多都是觉得 这是非常好的论典 而且现在广传的范围 也比较广一点 每个人身边也有很多的知识分子 有能力 有势力 这样之后以后的传播论理 我觉得应该在过了几代以后 我们的《入菩萨行论》 很多人得到的利益 也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说 有些好的论典在几千年 几万年当中 真的是对众生的利益 是不可估量的 是无法宣说 所以我们在这里 应该这样想 原来我好像心很坏的 看见别人遭到一些痛苦的时候 嘿嘿嘿地笑 嗯 该这样的 嗯 该倒霉 该一该什么 嘿嘿嘿 是不是 以前有一个 记得有一个叫帕克 他是八岁 然后有一天 他就特别生气 就气势重重地来到家里 一直躲脚 在那里特别不开心 然后当时他的父亲 在园子里面干活 他就想跟他一起聊一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那个小孩子 特别生气地说是 他们这个班里面 有一个叫做华金的小孩子 他说这个华金特别坏 很多人面前让我丢脸 我很想 希望他遇到了 很多倒霉的事 这个时候父亲告诉他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 他在园子的角落上 有一袋木炭 然后他说 这里面的每一个木炭 你拿出来 在园子里面 晒得有一个白色的存在 然后那个白色的衣服上 你可以炸它 当时帕克看了以后 听了之后觉得很有趣的 就觉得很有趣的 然后他从口袋里面 一个一个的木炭 就拿来开始炸那个衣服 然后基本上是 全部炸完了的时候 父亲问他 感觉怎么样 他说 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还可以 因为我毕竟炸了几个华金 我也还是炸到了几个 但是我累死了 我就特别累 当时父亲也知道 他没有明白他的意图 然后要求他照镜子 照镜子一看的时候 除了牙齿以外 自己都变成了一个黑人 全身都是黑的 但是白色的衣服上面 只有几块黑点 没有炸到他 后来帕克他自己也是知道 自己的恶心 恶心虽然攻击别人 开始害别人 但是对别人的损害 并不是很大的 应该说对自己的损害 反过来说 这个反作用力相当大的 我们很多人在世间当中 也是经常发这种恶心 前行里面这方面的一些 教言和一些公案比较多 所以平时大家作为一个修行人 真的是 哪怕关心再怎么样不好 心里面千万不要想着 但愿这个人 遭到了如何如何的苦云等等 千万不能发恶缘 即使你关心最不好的 怨恨的敌人 那么也应该 用菩提心来摄持 原来我们有一个 讲考的时候说 我们这法拉大乘菩提心的人 不应该骂别人 这是不应利的 我们不应该说别人的坏话 这是不合理的 谁说的 这个话是 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 不应该对别人生这种恶心 但是我们凡夫的习气 真的有点重 大家都是在这样开开心心的 一个在一个经堂里面 听经的时候就觉得 啊 我发菩提心的人 我应该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以后在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违缘 别人无缘无故当中 对我开始进行供给 在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宽容 能不能以人来执行对待他 如果真的是原谅别人的话 古人也是这样说的 原谅别人是善待自己 恭敬别人是庄严自己 古人特别用一些 非常好的歌言来经常来交接自己 我们如果真的是 用一些大乘的教言来守护自己 或者约束自己的行为 那么自己也是成了 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 否则虽然道理上比较明白 但是真正是产生烦恼的时候很难控制 那么这个应该提前地要训练 我以前也一直在讲 平时我们在空的时候 我们没有身体生病的时候 或者说什么违缘没有遇到的时候 经常都是在想 经常把这些甚深的教言 可以观传修持 这样一定会断除 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 否则自己有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觉得好像世界上的人 都是在蔑视着我 都在欺负我 有些女众也有这样的 以前我看见有一位女众 她说世界上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学院里面的很多人 他的看法 想法 做法都是对我供给 不可能的 大家都是学大乘的 但是有时候自己心眼不清净的话 那觉得真的是露惊下失 就觉得自己好像所有的痛苦 造到自己的身上 有这种想法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应该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即使攻击我 即使对我不满 那么我就不管他们 我要恭敬天下所有的众生 如果发了这样的大乘菩提心 那么即使你的身上 遇到了一些痛苦 也是不会痛苦的 那么下一个颂词 我们讲的修恶慢 修恶慢 它这里也是这样讲的 修恶慢的时候 大家应该清楚 原来我们世间当中的人 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起傲慢心呢 也就是说 自己觉得智慧 相貌 忠心等等 很多方面胜过别人 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下 你自相续当中的傲慢 会生起来了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有钱 有钱以后 好像特别傲慢 有些人自己长得比较漂亮 也很傲慢的 有些人自己有一点地位 也是很傲慢的 等等 我们世间当中傲慢的人 自己肯定有一份 胜过别人的特长 在这个时候生起傲慢 其实这种傲慢也是可以对治的 怎么样对治呢 以前我是很傲慢的 但现在我站在别人的角度 以前我看不起的人 今天已经成了 胜过我了 这样以后的话 以前的我现在倒是 没办法与当今的我想比较 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修持 那么这里就是说 现在世间当中的 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样的愚痴之徒 都想与我叛逼进行 与我比施高地 这样认为的 但是实际上 这是一种梦想而已 就是白日做梦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的智慧就远远地超过它 这是我们一种观想方法 我们平时也是可以这样想 经常自己产生傲慢的话 那么自己站在地里的位置 然后它已经超越了自己 通过这种方式来讲 我的智慧像文殊菩萨一样 远远地超过了它 那么它就像是牦牛一样 连一点学问都是没有的 怎么会对我智慧上 逼得上我呢 绝对是不可能的 然后它的相貌 丑陋如青蛙一样 我长得像天人一样 非常的好看 那怎么会是 从藏相方面 与我相比 而财富方面 那它就像乞丐一样 非常贫穷 我像龙王一样 或者多闻天子一样 那怎么会是能 等等有很多实力 智慧 以及我们世间当中 大家都比较重视的一些学问 知识 等很多方面就这样比较 这样比较的时候 就觉得原来自己 稍微有一点傲慢 其实是不合理的 如果换一个心态的时候 这种傲慢是虚幻布施的 因此不应该在自相续当中 生起傲慢自信 昔日傲慢真的是 像法智仁波切也是所说的那样 切莫自打于傲慢 切莫安中所踏过 与谁也莫做轻视 不能做的三种事 不要傲慢 也不要安中所别人的过失 也不要对任何人轻视 我昨天给这些法师们也讲了 我们现在在座的一些 不管是居士 出家人 真的也有智慧的 也有能力的 也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学问的 各种各样的 这些了不起的人才 所以我跟法师们也说了 你们千万不要 亲事当然 亲事都是也不可能的 但是有时候 好像没有重视 这种情况是 人多的时候也经常是有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当着 啊 这个人是可能一般般的吧 这个人好像看起来有点笨吧 远远比不上我吧 这个人可能比较难看吧 不能这样想的 现在我们既是一些残疾人 其实残疾人 最近地位也是很高的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想挖掉自己的眼睛 想参加运动 也有这样的 可能你们山沟里面 很多人不知道啊 不说了 那么真是 每一个人 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这是很可怜的 麦彭仁波切 以前在《军贵教言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对任何人都不能有轻蔑 或者是轻视之感 我们现在世间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 啊 这是大法师啊 这是领导啊 这是有钱的人 那对他恭敬的吴迪徒弟啊 你来了啊 我看你有什么样的作点啊 你吃什么啊 就非常的恭敬 然后一般的人 普通的人 甚至有一些贫穷的人 或者一些病人 可怜的人 那就根本就不管 莫不关心 特别是世间人 以非常蔑视的眼光来对待 这是不合理的 学了大乘菩萨戒的人 应该对所有的众生 都不要有侵辱心 对所有的人应该有恭敬心 这就是大菩萨的做法 比如说 今天来了相为书记 我同样的一个态度 然后今天来了一个乞丐 我同样的一个态度 谁能做得到 那如果能真正做得到 那我想是我们的相续当中 有真正一个非常好的 善良的菩提心 但很多人都是 很难以做到的 所以我的想法 包括我们这里各个部门的人 应该是对所有的人要恭敬 不要一些 上师来了 活佛来了 高僧大德来了 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 要不要给什么东西 哎哟 你今天来了 你来到我们公司里 多开心啊 没事没事 钱不用 这是长州山 你拿走吧 就不能这样的 真的这样 我不是说 我们商店有这样的 但是呢 有钱的人真的 金上添花的人还是很多的 这个人 如果真的来了一些可怜的人 跟他给一点点东西 还是他一辈子当中也是不会忘的 所以我们遇到佛法 佛教的平等观 大家一定要重视 这个不是口头上说的 实际行动当中 做起来当然非常困难 我也是 明天来领导的时候 我也可能有不同的眼光 其他的一些道友 也有不同的眼光 这是我实际行动当中 自己发现的一些错误 但是从真正佛教的观点来讲 我们自他都有很多 还没有跟上的一些境界 应该说 我们尽量在这方面努力 有些境界好一点 修行好一点的 善根不错的这些人 也应该能做的 总的来讲 确实是我们今生当中 遇到了这么好的大乘佛法 大家也应该欢喜 好像《中观宝满论》的讲义里面吧 有一个附近的教证 数百劫中极罕见 与此妙法生欢喜 好像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 在千百万劫当中 非常罕见的 像如意宝那样的妙法 如今我们已经遇到了 这是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心里生起数数欢喜之情 就是应该高兴了 大家在这样的茫茫无边众生 在这样的苦海当中 我们遇到了这么好的佛法 和这么好的善知识 这应该说是多生累劫 自己所积累资粮的一种果报 否则不可能偶尔 遇到这么好的殊胜教法 因此大乘佛法 通过我们这样的学习之后 在自己的心里 点点滴滴地开始积累 自己的阿难耶上面 这个善根慢慢慢慢地会成熟 终有一天 我们也是了达一切诸法的实相 所以《入行论》里面的每一句 大家应该以恭敬心 以欢喜心 应该以一种渴求心 以这种信心和心态 开始希求 我看见外面的很多人 真的 我前两天去了南州和西林 菩提学会的很多人 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利益 我心里还是很欢喜的 佛法的加持和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很多人 我前几年的时候南州去过 大概是四年前吧 在那个时候 很多居士的心态和他们对 佛法的了解 非常出现 看到以后也是 心里有一种悲伤之感 这次虽然有些 学得不一定是非常好 但是还是对大乘佛教 有所了解 不是放在口头上 在自己的行为上 然后在修行上 有所改变的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有弘扬佛法的责任 所以在以后 大家都是应该发广大的 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你有一个 非常广大的心 那么以后 因缘成熟 现在看来你是普普通通的人 但是以后真的是成了 非常出名的高僧大德 想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不好见 我都想去见的时候 见不到 到时候开后门 搞很多关系 那这样多好啊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有点准备的 啊 的 啊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